歷史總是枯燥乏味 帶著葡萄跟橘子 透過多媒體互動展 認識澎湖地區的海防歷史 也讓現任的海巡警察爸爸 陪著孩子認識古時候的水師吧 去抓魚啊 另外一邊有大魚可以抓喔 你在幹嘛 不知道要抓 牆壁頭影是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清朝的畫像 又現在科技變成動態圖像 還可以畫身水師一起看看 清末鴉片戰爭期的澎湖海防喔 手舉起來 我拿箭了耶 我拿箭了 水師 關廳現在有關廳 關廳那就是 那個叫 比較高階的一些長官 可是它就真的叫關廳 沒有就叫關廳啊 這裡這裡這裡 到邊 關廳重現澎湖水師名將 王德陸李朝安五同若的故事與身影 搭配古籍及航海遺棄體驗當年水師的軍事者 拿進去 你們兩個小兵在幹嘛 我們在 在幹嘛 我不知道 利用多媒體互動讓橘子葡萄體驗另一種 奏摺羅心盤 超虎有什麼事情 然後台北有什麼事情 你看要怎麼知道 就是那邊的人要寫 我為什麼 寫 他們就要寫這個奏摺啊 寫給皇上啊 有三個很厲害的水師 吳宏洛、王德陸跟李朝安 宏盧的歷史上 非常非常有名氣的 然後這裡也是一個互動牆 你看你是要變成 吳宏洛啊 還是王德陸 然後點選 點選一下 所以王德陸就是當年駐守的 然後你可以玩一下互動 然後你可以玩一下互動 我是王德陸陸進城 來玩互動 是我這邊 從前都不知道 我覺得有點難 很難入 臉都歪掉了 鬥雞眼 你有臉皮有脖子 決定了一件事情 然後他就會寫 正知道了 然後你就要 欸 正知道在這裡 正知道了 方向螺盤 螺心圖 你是噴在前面嗎 有嗎 有嗎 有 你動一動 你手動一動看看 他們在幹嘛 它就是雙月 因為它的刃爐扮月 你看它就是有點刀很像月亮的形狀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叫冰槍 要滾背雙刀 就是這樣兩隻刀 啾啾啾啾啾啾啾 這就是以前的手榴彈嗎 火磚 不是欸 他說手榴彈是這個 這個才是以前的手榴彈 汽油彈 汽油彈 它就是直接丟過去 然後他們停船就會燒起來 不然現在就是水師梯度 那水師梯度你會什麼東西 我會開船啊 我會追船啊 我以前會跳船啊 我會修船啊 我會修船啊 我們要上去看影片 哈囉 我是Fashion Mom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水師展覽 就幫我們按讚 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喔 影片還有幫我追蹤一下喔 掰掰 看你都沒有看我 走一下 你都沒有高度我要怎麼大 呦!好清楚喔 好,在中間 用力 用力 好 有沒有看到這樣 先拍照 你